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個 現在教材的部分 部分老師在做教材編製或錄影 其實如果說 您的那個是要做比較有規模 但也許有的也有申請補助 可能會有一些同學 或者是其他的資源 您可以在上課的時候協助您來做 但是其實大部分老師可能都是什麼 都是自己上課就要用 那麼在我們學校用的數位學平台 其實是跟大家的是一樣的 所以老師會覺得看起來好像對不對 哈哈哈哈 以前其實我平常在上課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可能我不知道老師 您使用學校數位學平台的心理如何 我是把它多做很多的分類整理 把它多做很多分類整理 那現在呢 學校數位學平台變成是我一個知識庫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在這邊有用所謂的這種 所謂的活動的部分 你看到那我在這邊 我的所有的作業跟我的資料 那個教材我都放在上面 那同學需要看的時候就可以這樣看 那我上課呢每次都會有錄影 所以像我們現在已經上到第12堂了 那哪一堂上什麼都在上面 那所有的資料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 這裡 我上課錄影呢 除了會放到數位學平台以外 也會放在一個雲端硬碟裡面 放在一個雲端硬碟 那也會傳到YouTube上 所以等於說我有放三個地方 那這樣的話其實同學在看會比較容易 而且我這個雲端硬碟會搭配我的one note 也就是要其實我們在上課過程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有跟老師稍微介紹怎麼樣加入one note對不對 那如果說 欸剛剛比如說欸老師可能比較慢來 或者那個同學就沒有來 那他怎麼辦 他要看除了可以來這邊開玩 如果他是有在現場的 可能他可能有時候分審會比較慢到 他其實可以從這邊 你看我one note裡面我有準備一個 老師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叫 延期課程錄影片 雲端硬碟的暫存 也就是說我上完課 我隨時就傳上去了 就傳上去了 那這樣的話即時 即時錄影 錄一段就傳上去 同學有時候不太好意思問嘛 對不對 欸啊 所以這樣老師就比較多紛爭了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上課這些同學都會 已經兩盒習慣了 有問題的 他會自己先看影片 那我就下去看 喔我就看 你超多人有問題 我就順便跟你講一下 我還沒走過去 他就自己看嘛 至少也可以看到 所以我目前的處理方式像是 所以你看我們會放在上面這樣 那他也是可以一樣 點了就直接看 也是可以 那這個部分呢 是我目前主要上課的方式 但是其實我會發現說 我在這邊這樣做的時候 有一個小缺點 因為我資料太多 所以其實同學要找 我叫他說 我雖然放在這裡 跟他講說我們今天要上什麼 有沒有 他還是不太容易找到嘛 我雖然有寫說 你應該怎麼樣去找那個內容 Ctrl加F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找 可是他還是不好找 所以我就會搭配 我今天跟老師分享 這個 我們一起來用這個玩弄 那因為這樣的話呢 可以聚焦在我今天上課的這個內容裡面 比如說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好像這個 這是我們昨天上的 好 那像這一類的部分呢 我就會把它放在 我會 比較屬於例行性的課程 我就會照那個 周次的方式去 去擺放 所以我今天 比如說我 已經昨天是上到第12堂 那第13堂我就先開放了 已經先開放了 所以我就點開 同學也可以自己進來看 那他很清楚 我今天就是要講哪些 教材 不管他是屬於教材的 還是什麼 還是補充資料的 都知道我放在哪裡 因為其實 老師您可以看一下 我點進去之後 其實內容還是什麼 不覺得 這個畫面看起來 就有點像的感覺的嗎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是不是學校還是社會學平台吧 只是我把學校社會平台 那種當作是我的一個知識庫來源 好那 讓他能夠在這邊直接去瀏覽 所以他看完這個 那我們通常上課會有 煮菜配小菜 有時候還配個湯 哈哈哈哈 因為可能老師今天要講一個主要內容 可是如果你今天通通都講那個 同學也會睡著 所以我就會搭配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 像我們在試船機上課的話 我們會想一些什麼 字型的部分 字型的部分 好那 可能會跟這邊有相關的 包括了像這個 雲東的影片製作 同學 雖然跟我們的 今天要算的沒有太大關係 但是還是屬於影片製作的販蟲 所以我就會像這樣把它帶進來這樣 雖然有些時候 小菜比煮菜好吃 哈哈哈哈 這個難點 但是 可是就是說 至少讓同學在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稍微換一下口味 不會說 同一個東西就一直上一直上 這樣子 好這個 您也可以像這樣 所以當然您可以像這樣 就從這邊 打開之後 就可以跳起那 其他的這個教材 也可以從這個 前面跟後面 那 利用這個 one note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知道 一件什麼事情 同學有沒有看 所以 比如說你看這個 第12堂 我就會點進去 我可以知道說 哪些同學 有沒有 有進來看的 然後呢 還很認真 有做筆記耶 喔 這部做筆記者好高興 有沒有 你看 它是有做筆記在上面 當然你也可以做測驗 好啦 這個在上面做測驗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上學期 其實有跟 來學校跟老師分享一些 那可能有些老師沒有看過的 其實 你也可以考慮看看 不見得說一定 好像學校這個數學平台 就只能用它 你還可以跟其他的平台 做一些枕頭 好做一些枕頭 那這樣的話我們使用起來 就比較 那如果是比較屬於像我們這種 延期類的 可能我就不會像這樣 第一週 第二週第三週 因為我們只見面一次嘛 呵呵呵 這樣就只有一週 所以可能 這樣平台就比較不OK 像 我 昨天 禮拜一 去中正 我就講這個主題 講這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的部分 我的任務 我就會分得很清楚 我們延期相關的 有沒有 就照這種類別方式 那因為就見一次面 它就看哪一個 我想要找這個字型的 打開 就通通都跟字型有關的 可能我們就是分類的方式 會稍微做改變 那上面呢 會幫您做紀錄 做紀錄什麼 您閱讀的那個教材的時間 好 您閱讀教材的時間 那如果說您想要自己做筆記的話 比如說您剛剛看到同學做筆記 就是在這邊 您可以用文字式的筆記 也可以用什麼 塗鴉式的筆記 直接在上面畫的也可以 好 在上面畫的也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會選用這個one note的話呢 就方便說 老師如果說 您想要嘗試看看 也可以去申請一下 反正它的免費方案 它有付費方案 但是免費方案 應該就夠老師平常使用 不見得要進到所有的付費方案 這樣子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進到這邊來之後 我們今天主要是要來做教材編制跟錄影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老師平常 有沒有錄影的習慣 比較少對不對 大部分如果我們用那個 那個就是所謂的DV錄的話 通常都是直接流存 代表直接封存 從此不見天路 因為沒有人會打開來看 只做紀錄用 所以有點可惜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錄影的工具 你會發現說 像我上面這邊不是樓錄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真的用DV錄的話 老師用DV錄下來 代表檔案要多大 應該 你看我們一般那個DVD的片子 不要說兩個小時 兩小時 對不對 單面單程4.7G嘛 對不對 那差不多是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左右 90分鐘 那你4點1G 你要一次上課4點7G 學校給我們的 數位學平衡空間有多大 哈哈哈哈 我們學校好像有2G 我這樣是誤過 哈哈哈哈 我們學校 不是我們學校1G 然後 超遠1G 然後領登是2G 但是我都申請到4G 我都申請到4G 現在有沒有 我的3.9 現在剩1G 現在剩1G 其實 我們現在錄下來 很小的 像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我桌面上 你看我剛剛其實有錄影 我剛剛有錄一段 第一段 剛剛那邊是跟老師分享一樣 2.78G 怎麼會那麼大 應該沒有那麼大 我看 第一段是我現在在錄的 一般來說 其實老師如果錄一段是 10分鐘到15分鐘以內的 你可以 我從這邊給您直接看比較快 在這裡 你看我的上課錄影片 好 點進來隨便一個 好 好 這個我已經刪掉了 我要找比較後面 好 在這裡 大部分 都是在這個size 可以接受嗎 就是30幾MB 40幾MB 20幾MB 這樣老師在處理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 其實我後來為什麼我前面會刪掉 你知道嗎 我也怕空間不夠啊 那我會放在哪裡 我會放在雲端硬碟上 那你可能想我一定瘋了 因為雲端有要付費啊 可是其實 如果學校有那個 雲端都有 我不知道草陽有沒有可能要問一下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資訊處 就是 我在這裡有寫 老師您見到這邊有一個其他理念 如果Google用 如果Google用 我們學校用的是Google代管的信箱 因為在雲端的話 它是學生只要入學 除了就是標準的學校信箱的話 還會再給另外一個就是Google代管 也是學校網域喔 但是Google代管 我們學校有嗎 有嘛 有嘛 東方教職員都沒有 有 我們學校教職員都沒有 要自己去爭取 其實沒有 那很單純 就跟 那個負責的老師講一下就好了 只是他預設沒有 那如果有的話 恭喜老師 因為你們都有怎麼樣 無限空間 今天 這是前段時間的 前段時間的 那個 也是別人告訴我的 因為原本的話 如果是Google代管的 是30G 我們平常的是15G 就是一般 Gmail.com的15G 那本來學校代管的那一種 是30G 後來已經變成無限空間 這樣 老師是比較放心一點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現在 真的就很放心 我很多教材 其實我會丟到上面去 我這樣再用就好很多 你看往下走 往下變走 再往下走 儲存空間 你會發現就是它 一般如果您用的是有空間限制 它儲存空間就會告訴你 使用多少剩下多少 對不對 我現在是好像用37G 還不算太多 那反正我影片也不大 就丟上去丟上去其實還蠻快的 所以這個訊息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也許您待會可以登錄看看 看看您的那個空間的部分 那這個空間不是只有雲端硬碟 包括您的信箱 包括什麼 通通都是共用 也就是說 通通都無限大就對了 這樣可能大家在使用上又多了一個選擇 好多一個選擇 那這個是針對我們今天延期的部分 先跟老師稍微簡單做個說明 原則上反正您用今天這些錄影檔案 你錄下來的檔案真的都不會太大 這樣老師真的可以考慮要不要上課錄影 謝謝 謝謝